哈喽大家好我是Hora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9款洗面奶 拿起来的时候都倒掉了 就是有9款有我已经用完的 然后也有我就是刚开始用用了大概一个多礼拜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测试结果 然后今天给你看 我今天穿的这件T恤超级玛丽 暴露年龄的时候到了 有没有觉得很可爱 其实这件T恤我是给老黄买的 但是我买了之后我给我妈看 然后我妈说 我妈说你怎么买那么丑的T恤 很丑吗 多可爱呀 然后老黄 老黄后来看到老黄 他都不穿 他觉得他幼稚了 幼稚吗 我觉得挺可爱的 然后这个是淘宝买的 我就觉得网上看人家模特带这种东西 什么买家秀什么的 我觉得人家带的特别可爱 怎么觉得我今天一代特别有那种很庸俗的感觉啊 不管了 言归正拽 好 那我先跟大家推荐就是我自己最喜欢 最喜欢的两款洗面奶 先说这一款好了 这一款是我刚刚买了两个礼拜 好好用啊 科研式的这款洗面奶 那这一款呢 它是新出的 那这一款里面呢 是具有白花树皮 还有珍珠盐的成分 为什么我最最最就是九款里面 我最喜欢这一款呢 就是它一打开 你抹在手上 它是有 它是一种透明的厚厚的 就是白状的胶状的东西 它里面就是你们能看到 它有一颗颗的小颗粒 就是它不像有一些非常 就是外面买的一些磨砂膏 它里面那个磨砂特别特别硬 它这个非常非常细 然后泡沫也蛮多的 那它这个呢 就是属于洗面奶 跟去死皮的磨砂 是属于二合一的 反正我用完之后 我就觉得 就是我当天用完 我觉得哇 就那种感觉超级超级舒服 你就感觉那种 就是下雨后 那种很清新的舒服的感觉 然后洗完脸之后 你脸就是不紧绷 会觉得特别特别滑 还有就是有一种 皮肤会呼吸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啊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特别特别喜欢 这一款洗面奶 那到还有一款呢 是这个 这两个就是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这个是最喜欢的 这个就是第二个 我不知道我念这个牌子 念的对不对 我查了一下字典 是念Ole Henriksen 还是念Ole Henriksen 就念错了 希望大家不要见惯 那这一款呢 是控油洗面乳 就是你打开 就是你打开之后呢 就是头小小的 你看这款我就是 全部用完了 这一款浴水呢 泡沫是比较适中的 就你闻上去 有一种淡淡的 精油的味道 就用完之后 就脸就是特别特别清爽 这个是属于一个药妆品牌 所以当初我用这个时候 我觉得啊 这个是用到现在洗面乳中 能有这个味道 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特别特别 那你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在国内 有没有那种老虎牌 那种什么风油精 还有清凉油的那种 就是 那个味道就特别特别像 你知道吗 它不仅仅是精油味 它是超出那种精油味 是非常凉爽的 就是清凉油的感觉 你们被蚊子钉后 不是会涂那种清凉油吗 就那个感觉非常非常香 接下来要介绍 是三款一起介绍 为什么呢 就是九款中 我觉得这三款 就是效果都差不多 而且它给我的印象 最深的就是 它泡沫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如果大家就是洗脸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喜欢是胶状的 有些人喜欢泡沫特别多的 或者是适中的 那如果喜欢泡沫多一点的朋友 你们可以选择 就是这三款中的一种 那这款是The Face Shop 这个是铅币的 然后这是Origins的 那我现在就是 逐一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先讲The Face Shop好了 这一款呢 是芦荟味的洗面奶 就这款给我的感觉 我跟你说 泡沫非常多 基本上如果每天 我自己卸完妆之后呢 我就会用这一款洗脸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泡沫多一点的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那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心理作用 我会觉得脸洗的比较干净 可是我之前也看一个报道 它就说泡沫不能特别特别多 因为好像就是有碱性成分在里面 其实对你的皮肤不是非常好的 那这款我跟你讲 很浓缩 我就买来之后 我已经不记得我用了几个月了 就是你会感觉它永远用不完 就只要一点点 它浴水就能搓非常多的泡沫 然后用完之后脸也不是说很干 所以这款呢我用完了 嗯终于用完了 下面介绍是这个倩碧的水洗卸妆泡沫霜 它里面呢就是含有柑橘精华 就让大家视频中看到 它浴水 浴水 就是它非常浓缩 所以它浴水之后泡沫就非常非常多 它跟那个刚刚那个The Face Shop不一样 就是The Face Shop是有一股 很淡淡的芦荟味嘛 那这款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Origins呢这款它就是有 你打开之后会觉得有股淡淡的薄荷味 就如果有喜欢薄荷味道的朋友 其实可以尝试他们家这一款 那这个呢就比较适合油皮跟混合皮 它对于就是干皮或者敏感肌来说 就清洁效果太强了 它就是可以平衡你皮肤 就是T字位置这个油脂区域 所以说这个呢还有刚刚这两款 就是属于泡沫非常多的 那喜欢泡沫多的朋友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下一个是Skin Laundry 他们家这一款洗面奶 就是它瓶子上面写说它可以起到一个清洁效果 还有镇定并且软化肌肤的一个效果 可是这是九款中我最不推荐的一款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一打开它盖子是这样子的嘛 就是它有一股 怎么说 洗衣粉的洗衣液的味道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 就是我一看他们家牌子Skin Laundry 然后我想说Laundry它是不是有种洗衣粉的味道 真的一打开还真的是有那种味道 我觉得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味道 另外呢就是你洗完脸之后 就比如说我在浴室我洗完早了对吧 我刚毛巾把身体擦干 我爽肤水还没上呢 我的脸就觉得特别特别干 它的泡沫湿度倒是非常非常好 可是我不是很推荐这一款 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味道 一个就是洗完脸 还没上爽肤水就干了 那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 因为我属于动作比较莫及的那种 我不是很希望说我爽肤水还没上呢 脸就有那种非常紧绷的感觉 而且那个细纹都出来了一条一条 特别干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是Fresh他们家这款大豆洗面奶 这款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吧 就是它属于一个特别特别温和的洗面奶 各种肤质都可以用 那我个人呢就是比较喜欢 早上起床的时候 晨间用这个洗面奶 晚上就比如说卸妆了或干嘛的洗面奶 我就是比较喜欢用泡沫型的一点的 这个它没有什么泡沫 但是它特别温和 然后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闻 就是那种大豆 那种豆浆的味道超级超级好闻 就很舒服 就是大家洗脸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就是有些泡沫特别多的 那你洗脸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摸上去 好像你手跟你的脸之间 就感觉是很多泡沫 你一直在摸泡沫 可是这款洗面奶 就是你洗脸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你能跟你的肌肤一起接触 就是特别特别顺滑 能感觉你皮肤很滑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这款 Junk Elephant 这款折离洗面奶 它跟其他洗面奶不一样 其他洗面奶的头啊 给你们看 要不就是Skin Laundry这种 它是拧开的嘛 然后要么就是一般的洗面奶 就这种一打开 还蛮紧的 大家就这样可以拧 就是挤一点洗面奶 这款呢很特别 它也是这样一个头 但是呢 它是拧的 你看这边有个洞 它是拧的 所以这个头你打不开来 然后你就这样一挤 它的洗面奶就可以从这边挤出来了 就是 有时候我卸妆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脸上都是那种什么卸妆油啊 我就把眼睛闭起来嘛 然后摸起这个洗面奶 一转一挤就可以洗了 就非常非常方便 不用说啊拧盖子啊 然后还要把盖子就是再拧回去啊之类的 那这款呢是属于胶状的 洗的也比较干净 然后它泡沫也是比较多的 嗯 其他的 你要是真的让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我倒是没有耶 并不是说有些东西 它可能是 你对于它的气味特别喜欢 比如说什么精油味啊 薄荷味啊 或者是说 刚刚我说我最喜欢的这款 它就是科研式的 它里面有抹砂膏 那这一款我个人感觉就是 比较 就个人感觉平平吧 就是 没有说特别推荐 也没有说它不好用 就是属于一个 五十五十 就是属于一个 中立的一个立场 那最后要介绍的呢 是这款也是科研式的 它是净化泡沫洁面乳 就是我买了两款 科研式的 一款是有磨砂的 一款就是没有磨砂的 那这一款就是属于没有磨砂的 然后它泡沫也是非常多 因为这一款 其实我是跟一个爽肤水一起买的 它是一个组合套装 然后 那个爽肤水我非常非常喜欢 我之后做那个 另外一个爽肤水系列的时候 我推荐给大家 好好闻 那个爽肤水非常非常好 那这个呢 就是它同系列的一起的这个洗面奶 因为买套装它便宜一点嘛 然后我就顺便一起买掉了 那这一款呢 它里面就是含有牡丹萃取精华 它可以减少你皮肤黑色素沉淀 然后就是你 就是洗脸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非常柔和 它里面你一打开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精油的味道 就是蛮舒服的那种味道 然后洗完脸之后 给我的感觉就是脸不干 我就是同样的 我洗澡的时候用 用完之后 我可能就是擦干身体啊 然后出去 可以用爽肤水了 对不对 我那天呢想用爽肤水 但是后来觉得说 诶我改变主意了 我修面膜 可是面膜在浴室外面 所以我就跑到外面去 然后等我拆 拿好面膜 拆开面膜 敷上面膜 我的脸还是不干的 你知道吗 就是相比那个Skin Laundry 我的脸就是都没 都不干 你都不会觉得说 有一条条的细纹出现 所以这一款呢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 洗得干净的 然后有一点泡沫的 另外呢就是浓缩的 还有就是它真的 这个有多少150毫升 可以用非常非常久啊 如果你想买一款 可以用比较久一点的洗面奶 那我觉得这一款 其实还蛮推荐的 好啦那 九款洗面奶都介绍完毕了 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说了 那几款就是每一款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那我最喜欢的就是 科研是这一款 就是因为它不仅是洗面奶 还有那个叫什么 去死皮的颗粒在一起的 就是二合一 另外就是洗完脸之后 我觉得真的是脸灰呼吸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好喜欢这一款 那这款是我最推荐的 然后这一款就是 我Skin Laundry这一款 我是个人不是很喜欢的 那其他的那七款呢 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 就是看你们想要 就比如说是Fresh那种 就大豆的味道呀 或者是Olay 是O Herrickson那一款 就比较有点那种 精油的味道啦 等等等等 就是因人而异了 那还有就是有朋友 就是喜欢说胶状的啦 可以选Drunk Elephant 那有些可以 如果是喜欢泡沫比较多的 你们可以用The Face Shop啊 或者是Origins那几款 那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 希望你们喜欢 我是Aura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